好 主播各位观众持续带您来关心演艺圈的消息 艺人大S的前夫汪小飞 因为不满被大S追讨五百多万元的生活费 昨天是数次的在微博上持续的跑红大S 甚至是po出一整年的支出表 其实零零总总加起来已经给大S四千多万元了 还包括两个多月的这个电费要九万多万元 以及两个月的这个管理费也要十三多万元 那大S的这个前夫妇张兰也是在直播中 很酸大S是什么货色 甚至是扬言要去爆料的话 会让大S本身碎骨 那其实大S昨天呢 其实也是紧急的发声明表示了 他其实跟汪小飞是好聚好散的 而且甚至这个也是有遵守调解的内容的 不过其实汪小飞好像是不太领情的 那其实他包括也把这个小S长期不用药物 甚至也是爆料了前这个媚婿 徐亚军的这个八卦 那其实呢 现在风波也是越隐越烈 那这个大S的经纪人呢 也表示了 其实双方都是在律师的见证下 来签这个协调协议书的 而且还暗指了这个汪小飞 疑似有棍内出轨的状况 那汪小飞也扬言 今天将会抵达台湾 那后续状况如何呢 风波恐怕是会失去的延烧 那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把时间先还给 彭雷主播 我是肖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 从每天收看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 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 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